那我这次分享的是Part3的就前面 Part3前面 那Part3在讲什么呢 他刚开始就讲说 就要讲开发交易策略 那这边一开始讲说 通常就有基本面跟技术面 但他说基本面的数据呢 通常就是格式比较比较复杂 可能是一篇报道或者是就是书面 所以他不好收集 他也不好做判断 然后呢也不好抓timing 因为他就是说基本面资料发布的时候 就是说他发酵的时间也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所以他所以 讲师的意思是说这部分就没法交 或者说要更 就是说背景要更雄后一点 可能用别的方式才有办法 那现在比较一般的approach 就是大家都在讲技术面 就是技术面就是指说由价格跟成交量 来据说做一些指标的这种的 用历史价格 然后用历史报酬率 用交易量 还有可能也有一些指标是用到报酬率的 统称叫做技术指标 那他有介绍到一些技术指标 这个一般人应该都就是有买卖过股票的应该都会看 就是什么简单平均 或者是加权平均或者是指数平均 他有指数三个 还有布林通道 那简单平均的话就是在感兴趣的窗口内呢 就每一个时间点的那个数据呢 权重都一样 那指数的或者是就是有加权的那个平均线的话 就是越靠近的就近期的会被加比较多比较大的权重 那还有一些动量指标 然后相对强弱指标什么SI 这个很常听到啦 还有MACD就是移动平均 然后什么converge diverge 就是收敛发散这种东西 然后接下来他一开始就介绍了一个策略 就是买来放着 buy and hold buy and hold 这个很简单的策略 是拿来用干干什么用的呢 是拿来对照的 就是很多别的策略呢 都拿来跟这个比 那他这边有举个例子 就是用 就是用外汇啦 用欧元跟美元的这个汇率 他有收集2004到2020年的数据 日他是用日线 然后他怎么样算绩效的呢 他有算一些 就是这个要从设置去看 不过先大家讲一下内容 就是说当然他每一天 因为是日线嘛 所以日线的话 比方说 就是除以前一天的 除以前一天的就是 就算是一种 报酬的 就是报酬 然后当然是 日报酬 当你去取平均的话 再乘以252天 大概就是 约略是年化报酬率 就是从日一天的那种 报酬率变成一年的报酬率 那个标准差也是 就是一天的标准差乘以252 但是要开根号 标准差的那个 计算 就是要开根号就对了 然后 进阶风险指标 他有介绍一个叫最大回撤 最大回撤 他有个图形 就是说 就是 比如说 假设你买在 就是说 近期的最高点 假设 然后 他股价跌的就是离那个近期的最高点最多的那个 就是 回撤 最大回撤呢 就 就整个报酬 就在感兴趣的时间内你去看哪一个最大 哪一个回撤最大 就最大回撤 嗯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会讲移动平均线 然后 这个移动平均线呢 应该请这个大家都懂 反正就是一个短均跟长均 如果短均 穿越长均往上 就是 那时候呢 会进行 买进的动作 如果短均 穿越长均往下的话 就 看空 会做卖出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用到移动平均线 他说移动平均线有这些好处啦 就会平滑价格的波动 会过滤掉市场的杂讯 会识别价格的趋势 哦 然后但是呢 他在这一段呢 又叫做 他分两个 一个叫做 迭代 就是 把 把那个 一段时间呢 如果 一段时间 像现在介绍的这个 他其实是用 这就是正列的方式呢 就是 一次性的 带进 这个教育策略里面去做 这个叫做 Vectorize 就是说向量性的 就是说 等于 向量性的交易啊 那他后面会教育 迭代式的交易 迭代式的交易 我还没看出来 我不晓得 那他现在讲的 就是 这个 向量性的交易 就一次性 处理 一段时间的资料 然后他的绩效评估呢 所谓的绝对收益就是 跟你买进的时间比 就是策略的总收益啊 一段时间内 最后 就说 就结算的时候呢 这绝对的话当然就是 就是 策略的总收益 但他有所谓的相对收益是 相对于 买进持有的那个 策略 来比 就是他有一个 参照就对了 有一个比较的对象 但是呢 他也有一个策略优化 讲是 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都很知道 就是说买 就是说 短多穿越 就是 应该说 短军啊 穿越 长军往上的时候呢 是 看多嘛 但是 但是至于 均线的取 就是 取用是多少天段 均是取多少天 长军是取多少天 他可以做一个 就是说 去找那个参数了 但是 这件事情呢 你说他有意义也有意义 说他没意义也没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对过去做的 所以你在 对过去做 因为 过去世了 你即便知道你也不 你除非有办法回去 回去过去去下案 不然这件事情呢 你大概就只能 就说 在过去 找到最适合的短 短军跟长军的周期 然后去 去做模拟 但是这个 这两个军 线的日期被你找到是不是可以 对未来也做这个 就很值得 就是商榷就是了 好 那大概主要的内容就是讲 这是关于教育的 那关于层次的部分的话 讲师这一次的话 他的 方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刚开始呢 用 当然是用Jupiter Notebook 就是用 就是 等于 要怎么说呢 他刚开始是用 就是基本 就是说 Functional的写法 然后到最后呢 把他 就是用类的写法 再改 就是重写一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好 看一下 他的程式 他的 就是说他的讲法就是这样 就说SMA的程式先介绍过一次 但这边也有by and hold 然后再来就是 怎么样用类的写法 他是先假设已经写好了 怎么应用 到最后呢 他再教我们怎么写这个类 教我们怎么写这个类 他的方法是这样 他的方法是这样 那当然 很简单就是 这几个套件我们 常常在看 那他是用 CSV的方法 要为进来的 那 会成 这个 就是 那个Data Frame 这件事我们常干 所以我们知道 而且那个现在的那个 Pandas 他针对 Data Frame 你可以用 他基本上Data Frame可以直接Prot 就可以直接 就可以出来了 那因为 我们现在这个Data Frame 只有 一个Colon 叫Price 所以呢 如果他多个Colon 他也可以用 就多画出来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不一定是我们要的 反正这种 我的意思说 他Data Frame 可以Prot 那 就是Series 也可以Prot 也就是他单一个栏位的 资料也可以Prot Data Frame 的话是指表 就是 那就是等于 算是 二维的 就是也有index 也有 就是说 他虽然是只有一列资料 但是他其实是有index的 那Series的话 他也是有index的 但是他你可以把它视为 就是一个维度的 他中间就差一个维度而已 那他的Return 其实是这样 他Return 这个市值就写的很简明 首先呢他是 就是 除以什么 除以 就是前一天的除以后一天的 那当然 他是把这个 他等于 时间点是定在后一天的 就是说 他把前天的本拉到这里 就拉到今天来 算跟今天的那个 就是说收盘价 一般都是考虑收盘价 就是 除以 然后这就变成一个 等于一个 收益 但是呢 收益的话 这一格放收益的话 他做一个log的处理 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 因为这个 这个资料可以用累加的 累加在log里面呢 他可以是 帧数的相乘 帧数的相乘的话 他就可以 前向跟后向一直笑 一直笑 到时候呢 都笑完以后呢 你再把他取 Exponential 回来 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收益 这个这个做法 我觉得很不错 挺好的 但因为他有做那个 rolling 也就是说 他有去做那个 就是做window 所以有一些 你做那个 一些平均的时候 你再做 不管是 就是 SMA或者是 WMA或者是EMA 前面都有一段时间 会变成 就是 NA就对了 所以那些东西把它 drop掉以后 所以在 后来的 DF里面就看不到 那些东西 好 然后呢 一样 也可以针对这个 像这个DF的 Return 它是一个Series 就是 他可以针对他做 HisDogway 我们规定他 我们要 要100个Bin 100个Bin Bin是分类啊 所以有100个Bin 然后把它画出来 然后 Return的Sum 是这样 那我说过这个Sum 就 基本上它是Log的加总 Log加总是帧数的相承 所以 所以 承到最后呢 去Exponential的话就可以得到它 真实的那个Veturn 就是 等于最后一笔 相对于 第一笔的 好 那 大安取 Bin 回来 因为它 0.89倍的 小一啊 所以它 会损 可以损 那它这件事情也可以用 Price直接做 就是说 最后一笔 就是最晚间的一笔 Price 是用Fuvi去取代 然后除以第一笔 就 你去取代 这是原来的写法 那现在呢都会用那什么 都会用 ILOC 就是说 这个是Index Index Location 这样行 好这边介绍一个叫Camsum Camsum就是 累加 累加 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 就是它 比方说刚开始1 然后 我这里 已经算完了 它中间本来是先加 就是加到这 有没有就是 有变化 然后加到这 然后再去做 做Exponential 那等于 这有点 就各位应该知道了 就说 累加到那一天以后 再做Exponential 但意思是本来我们 全部累加 我们只能算最后一天人 刚开始是那样 可是这种方法是 就是 算到哪一天 就是 为那一天去做一个 到那一天为止的 总收益 因为它又把Exponential回来了 相对于第一天的收益 就 它就这样做 然后呢 它把它做出来以后呢 把它 把它存成另外一个难过的资料 就是这个 它的意思是说这个Return 累加以后 累加以后 再怎样 Exponential 所以是这个呢 相对于这一天的 就是收益 这个是相对于这一天的收益 就这个相对于这个 Price 其实它除以它 就是这个 它除以它 就是这个意思 那它这种做法 就 所谓的Vectorize 就是说 因为它有函数 可以直接做 你就不用去 用 比如说 就怎么讲 就是它除以它 等到这个 它除以它 等到这个 也可以啦 但是 就看你喜欢哪一种 然后呢 你有这个的话 就可以Price 就可以Price 那这是buy and hold的收益 就是说你买进以后 都 都没有卖出嘛 没有卖出的话 所以这就是你的收益 化图 收益化图的这样 然后它现在要介绍一个叫做 几个 这些 刚刚都讲过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 Pounders Describe 是针对数值的资料 去做 一些 就是统计的 就是 参数 做出来 其他的东西 这是年化的 刚刚讲过 就说 因为这是日线的嘛 然后乘以252 就 年化它 绝对了 工程一年的 然后在 在标准差的部分呢 这边类似波动率这样啦 就要乘以更好的 无二 好 那这个呢 就 这个就 这个是另外一个函事 就是说 它可以累积到 那之前的最大 就是说 就是如果它又变小了 但是它会keep住 它会keep住 比如说 你看到它在这 1.055的时候最大 就是截至目前的最大 但是它后面 下的时候它会keep住 在这里 这有点 像是什么 这个看图就很简单 就是 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这个值 是最大的 所以它会keep住 直到怎样被超越为止 那这个这个图有什么 这个绿色线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绿色线是指 就是这个 COMMAX COMMAX 刚刚那个是COM上 一个是累加的 那这个COMMAX 就是说 就是 加到 就近期内 近期内最大就得了 近期内最大 那近期内最大的话就可以得到 就是可以去得到一些 就是说 Drop down 就是回撤 回撤就是 从这里 假设它都会 最大回撤你可以想像说 假设你是在最高点白 然后现在的国家会让你损失多少钱 最大回撤 那这个最大回撤 其实也可以 第一它可以算到这个 发生在哪 就是发生在哪一个时间点 然后 量是多少 都可以算得到 这个是 回撤 回撤可以用这两个栏位相减 那最大回撤的话你可以去 你可以找到最大回撤是哪一个 你也可以找到相对应到的index 就哪一天 就对了 可以这样 用这个方法 那 这就是 就是 接下来呢 就讲SMA SMA的话也是要把 data漏进来以后呢 只是说有 就是有短 跟长 两个周期 周期 要做rolling rolling的话 就有很多man出来 就在那之前呢 这个 子 还不会算出来 因为没有没有 没有到那个周期 算出来以后呢 就可以划赌了 划赌 所以它会job and a 然后就是把之前 就是说还 就是这些又现在还没 有 就是还不够算出来之前的那些资料 就这样 就可以放出来了 然后它这边 它会有做一个做一个动作的position 就是说 短均线大过长均线的 就给益 就表示说这个时间点呢 可以 就说可以买进 可以做多就可以了 然后反之就是 复义 那position 这样就可以 这样 就可以标出来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 你即便知道了 这种都是 收盘以后 才知道的 所以你要做交易呢 你不能在 就是当天做 因为收盘以后的结果 你不能在当天 下单 所以它会delay一个 它会去delay它 这是它画出来的就是说 这一则是零 一是指说 短均线在 在上 就是蓝色线在上 这绿色线在上 不是红均线在上的时候 表示说这一段时间做好 其实这个方法有个 我觉得有个 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这件事情 你决定要 空的时候 它的股价其实不在这附近 通常都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可能你要 你那时候要空 其实 它不是从这里空下来 它其实是在这边 所以那个 那没什么lone 我觉得 那你要做 你比如说你要 在这边做多的时候 你也不是买来这 因为那时候股价呢 因为它之所以可以在这里 通常它股价还不在这个时候 进来 对呀 重东西是 大概就是这样 对呀 所以我觉得不要被这个图表骗了 因为这个不是你买进的 这个是你可以 就是说 你想要买进的 可是那时候股价其实是在这边要运 所以你是会买在相对 相对这一点要高的 那你空也会空在相对这一点要低的 刚刚要讲的这一点 Metalize Strategy Back-Taxing 就是它说这种 像样式的那种 策略回撤 就是这种回撤方式是用像样式 一次 它的意思就是一次 就很大 量的资料 你用以表格的上市来 可以直接带路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这边是刚那个 就是 PCM Log Return Log Return Log Return的好处 刚刚我讲 是因为它累价以后 可以做 就是 帧数的相乘除 然后取Exponential 会回到 回到 就是收益的那个 好这边都没有什么太大行 其实这个策略大家 应该也很熟悉 那 讲师在这边的 我觉得 因为它其实是要教我们 做程式交易 所以 理解这些东西呢 是 就是一个 是交易的部分 那程式的部分呢 就要回到 就是它的SMA Back-Taxing 这是在第2个东西 它第2个 它第2个这个 Nobut 其实是先教 就是它是怎样用这个 它是先假设说 它已经写好 对 然后它是写成类 然后它 它有先 介绍几个类的上方 它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它在 像这个 先把这个类 它写好的类 就input进来 它是在 这样 这些是 有的 说 这些是 没有声音 现在还有 刚刚我这边跳开 我们继续 现在就是 这个类它的实力化方法 它在实力的时候呢 它是用这样 它有先吃一些参数 就是哪一个 就是哪一个股票 然后呢 就是 转均是多少 长均是多少 然后起跟起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 你如果 你要重新分享一下画面 没有画面 对啊 你刚刚应该断线了 吧 现在有吗还是没有 有 有畫面嗎 Hello 有 突然就跳掉好奇怪 然後 看一下他有就是 基本上他在這裡面有demo 一些那個就是說 他是先怎麼用 然後他等一下他去 就介紹他怎麼寫 這個講師的人我覺得他 我覺得蠻好的 是說後來我 我知道就是怎麼樣做 我覺得這個如果 就是說對一個 剛開始寫方式然後要轉到 class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教材 我挺喜歡他這種 就講解的方式 那 這個的實力化有沒有就是 他有個測試方法 這是方法 他可以把就是說 就是轉軍 場軍然後用這種 他的把算出來 然後他是1.28倍 這是絕對收益 這個0.36的話是相對於 發言後人的收益 然後他結果他可以 畫出來 對 這些Colent 有些Colent都是新建的 他要先 剛開始initialize的時候是沒有 只是說他教一些方法以後 才可以用 比如說尤其是test strategy 他就把這些東西建構出來 那剛開始他result 是沒有的 就是你在剛開始建構的時候是沒有的 雖然你給他這些參數 但是要就是要 做一些執行一些方法以後 那這些東西才會出來 然後這個呢 這個叫 就是這個你把這個實力 就印出來 他是叫REPR 就是他這個呈現方式 有寫的話就會這樣 他沒寫的話 沒寫 好像也有默認的 去度表示法 但是就 就沒有那麼清 就是沒有那麼清晰 覺得 然後他也做了 他也寫怎麼樣去 plot result 這個方法 而且他在 在850炸之前呢 他會有warning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東西沒出來 他會跟你說請你先做那一步 然後呢 而且他是這樣的 就是說你在帶進去的時候呢 短多跟長多這兩個參數 你不是去改他這兩個參數 這些表格資料就會被update 他要跑一個set 的方法 他才會去update他 然後 update以後呢 再去測他的strategy 根據 更新的那個參數 去獲取到他的 那個 絕對收益跟相對於buy and hold的收益 然後畫圖 這也是更新以後的結果 對 大概就是這幾個方法 這是他寫的類 他在backcasting的時候呢 這個 他厲害的部分就是說 他做了一個就是參數的空間的尋找 他在短多跟長多的時候 他有去做 他用了一些 比如說他這個指令 他有做一個叫optimized parameter 是從25到 短多的話是從25 少到50 就是25、26、27 短多就這樣去try 然後他長均的話是 長 我剛剛說短多對不對 都講錯了 短均啊 跟長均的話是從100到200 然後每件可 就這樣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25 乘上100 總共是 2500個 2500個 就是 就是等於網上的2500個資料 你可以去算到就是說 你在什麼時候短均跟長均的時候 會有最大的絕對收益 1.15倍 然後再把這個 找到這一組參數以後 就把包包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他是怎麼樣建構的呢 他有from scratch 就是他從 從最基礎 把我們當作就是 都不懂 這一類的就是怎麼寫 他有 有幾個視頻 在這樣子怎麼寫 但類的寫法的話 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這個self self就是這個flave 就是實力本身的 實力本身 然後他會把這些 參數呢 存到這個實力裡 所以你在 同樣的類的 別的方法裡面有 這些實力就 你在寫方法的時候呢 就不用一直去 參數代入了 因為他都存在self裡面 所以你只要把 因為他每個 每個類裡面的方法呢 都會有self去傳染 所以這個self呢 就是 經由self的存取 就能存取到這些參數 大概就這樣 就是類的時候呢 因為他剛開始呢 主要是Python的寫法 所以他也 譬如說 他裡面的這些 譬如說 這些東西呢 你也可以 參照得到 參照得到 好他先一開始教我們 怎麼樣寫get data get data get data get data其實很簡單 就表格資料 以後來也就是用 他傳入了這幾個元素內 去把它roll 就是 roll就是他 用這幾個元素可以 按這個 表格資料 再把它怎樣 變成 這個 因為他這種寫法的話 我看一下 再把它變成 to frame的意思就是 to 就是 data get data 然後把NA 就去掉以後來 roll長這樣 然後 副本一份 以後呢 然後再把那個 蘭位的名稱 改成這樣 然後呢 再 再怎麼樣 然後 對他要 他要計算 因為他做這一步的話 他就 就是 他 如果剛開始 除了把這些東西 交出來 誰去哪以後 他要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算出來 算出來 所以他的寫法就是這樣 就是說把這幾個 必要的 參數呢 就 就是 複值給self 然後呢 然後 做一個 get data的動作 對 然後get data的動作呢 會把那個表格建好 但是呢 我說了 如果你 這當中 如果你再去改這些 這些的話 get data 不會再被叫一次 所以他 就是你去改這個的話 他表格資料 不會再更新 所以他後面會有那個 就是設定 parameter的那個 上法呢 去強迫 表格資料 整個更新過 就對了 那寫在 寫在這個 initial的部分呢 就是在你在 實力化的時候呢 全部都會做好 做完就對了 所以 不只是這些 這些 這些 參數被 就是複值以外 複值給 實力本身以外 他也會 get data 把表格 把表格 建立好 在你 就是這些 參數 就是在你這 實力 創建的過程中 就已經做好了 然後 backcasting 他就可以 就可以 backcasting 你是實力化他了 然後這時候呢 我說了 他實力化他的時候呢 data已經ready了 data 基本上已經 但result還是none 如果你去check that result 還是那 因為 在這邊 result是還沒給的 result的話 要 他去跑 strategies的時候 才會有 然後有了result 也才可以 那個是 後面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呢 實力化以後呢 你可以 就存取這些參數 然後data呢 也有了 表格資料也有了 所以你也可以 知道表格資料的一些東西 對 然後你也可以知道 表格資料在建立的過程中 因為有遇到那個 有遇到那個 就是平均他嘛 就是sma 或是 在短的 因為你是50嘛 所以你也會空459個 然後你這邊是200 你會空199個 你需要 前面199個去算 就是你要的那個資料 sma l 會在第200個的時候出現 反正就是這樣 這不是很特別的 那就是這樣 其實一步一步這樣 告訴我們 我覺得 講師 我覺得講得挺好的 然後 設定參數啊 設定參數是 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在建構的時候呢 基本上 sma s跟sml 其實不會是nl 但是你在 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方法 你得給這個 如果你不給的話 他就還是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不給 他是應該是說 你要給他才會去更新 如果不給的話 他就跳過來 你就 為什麼給這兩個參數呢 是因為我們想要改這個 就是改短均跟長均 的日期 他就是日期 然後去 但是這時候呢 他 對 他會去改這個data 他會去修改表格資料本身 對 你修改這個參數 引述 你如果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複製的 他不會去修改到 那個表格資料本身 也只有用這種 方法才可以修改 修改資料本身 或者是 在初始的時候 他也會修改到 表格資料 這個會修改 所以 一旦我們做這個動作以後呢 你再去Check他裡面的表格資料呢 25跟150 他就是會有24跟149個 NA出現 就是正常的 然後去測試他的邏輯 那這邊呢 我說了其實 就是 result的話 剛開始 是NOT 所以你一定要 跑這個TestTrack去 然後結果 我剛才講的就是 這個是 絕對報酬 這是相對 白眼扣的 然後 畫圖也沒有很困難 其實 因為其實我說了 這個 剛開始在這 前面一個 那個 那個 應該說 這邊NOTE裡面呢 這些圖也是都可以畫的 他只是把它怎樣 就是用類的方法 就是重寫一次 他就把它寫成類的方法 所以類的方法一定都會 到 本身 這個 自己的那個 就是實力的位置 對不對 好 那細部的 這個 其實是寫在這 那其實 一些 就是怎麼樣作動的部分 剛剛有 剛剛有講 所以 這個細節的 靠就 就不帶了 對啊 不過我覺得挺值得 挺值得欣賞的 尤其是 如果 有 就是有 之前沒有 就是累的 累的經驗沒有太多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 去 做 就是這類的 代碼 那個 練習 好 對 這一次的那個內容 就是這三個答案 開放 有 有 有 哪邊 有 有覺得有趣的地方 可以提出來講 一下 那 有 有 是 有 我們 那 很難 會不會 有 有 我断线 hello hello 我刚刚讲完了 所以我刚没声音多久啊 会不会很久啊 各位有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讲师 我觉得他讲的挺细的 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这教的蛮细的没错啊 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 除了他那个不是那种就说 好像英文也不是他母语的那种感觉 所以听起来就是腔调怪怪的以外觉得其他的都很OK 好像是德国人吗 没有忘了 是德国 然后 那我们最近都遇到那个德国讲师了 那个Data Talk的那个也是也是德国的吧 对啊那个也是德国的 我今天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 我今天中午才发现 我那个专案就那个其中专案写好了 但是我没有去没有去那个没有提交 不是没有提交就是没有去写他的那个 给他那个表单说我做好了 吓一跳 不过还来着急啊 他现在都还没关掉 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敢敢请提交了 今天今天的内容各位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 策略是 那Jack这个策略对你来讲是不是太简单了 是我觉得是当然都不会实务上不会用这么简单的啦 那可是就是说 这牵扯一个问题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偏个股 我不是在做指数 也不是在做什么加密货币的 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需要人类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食物上是很少人 我听很少听说用日线在做的啦 大部分都是 可能你既然都已经量化 你应该五分 五分 十分 十五分 一个小时的线也有嘛 对不对 那那那 假的日内交易短线就对了 不一定啊 因为你你你日线要交叉 那小时线会不会交叉 也会嘛 对不对 你会早一点行动啦 我意思是这样 你刚才说的就是滑架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 我不知道 我我我个人像个股我比较喜欢突破 我不喜欢什么黄金交叉这种东西 因为黄金交叉这种东西 失败率不高啦 那那那个那个 公伙伴的 那通常谁要还要判 跟消息是 如果一个股来讲 我觉得讯资讯是核心的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会涨 有分两种 一种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种是你知道 这样子 各有不同 知道的又分什么 怎么个知道法 一个是可能是就是比较 就说越少人知道 感觉越有效 大概是这个这个原则 如果是公开在那个电视啊 什么什么杂志啊 那种报纸那种 那种几乎都是假的比较多啦 那那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如果是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说略微知道 这种这种感觉比较比较实际这样子 这心得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可能要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个的事情 我知道你讲滑架 滑架是指比如说 这教育的时候 尤其是快事的时候 我想要买 可是那个价钱 那个仪表板上说 好像显示到那个价钱 可是我买的时候 我可能 就是如果我是 通常要抢快就死价嘛 那可是 因为 因为跑得太快 我看别人的意思是说 你backtest跟那个实际成交价之间 一定会有差异嘛 对不对 那那个差价就是滑架 滑架是一种 可是我要 其实我要跟你 我要跟你请教的 就是说 我刚刚讲那个 是指 那个 比如说那个指标形成的时候 他指标形成的时候 比如说他在均价交叉的时候 是 因为那个指标是指标 但是 但是他的那个收盘价 通常我们是买那个 我们是用收盘价来代表行情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不是指标 所以指标的那个交叉的那个位置 我们买到的不是交叉的那个位置的价钱 我讲的是这个意思 但那个价钱 在交叉的时候的那个价钱 感觉起来比较漂亮 这是指标的位置 对对对对 通常是这样 但是你指标 那你就是 假设你一定要 不是Python这种东西 你可能要 软体 你要买一个看盘的软体 然后他算得很细 然后他在那个通过的时候 可能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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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对不对 或者是说他自动就下单了 这样 自动都下单也可以 只是说 那万一等一下又Q回来怎么办 所以有很多要考量嘛 对不对 有很多人就是说会 会确实过了一小段 譬如說你盯一個1%2%這樣子 我是沒有用數字去盯 可能是比較用感覺 就是說用盤感 就是說感覺上今天應該 譬如說已經接近收盤了 應該還好了吧 應該不會再掉回去了吧 譬如這樣 我才會買 就是比較偏中後盤 我才會買 我不會說 因為早盤那個雜訊很多 早盤那種 一開始開盤就有昨天的那個訊息的反應嘛 很亂 有時候還會被灌殺 你知道我意思嗎 被開高然後突然灌得很低 那人買下去 你當天虧了不少 你會很嚇 你知道嗎 會很 因為我是有看盤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是那種 感覺上好像想要拿棍子 打自己的頭的感覺 所以我會比較偏中後盤才行動 當然這個就會措施說 一開盤漲停鎖死 那我就要放棄了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有的時候 真的漲停 開盤到漲停 可能一分鐘 甚至幾十秒之內 還是有一點小小的窗口可以買 有的 但是你要不要按下去 要不要按釋下按下去 就很掙扎 那我經過長遠的考量以後 我發覺說 我的個性比較適合慢慢來 大概是這樣 6段了嗎 6段了嗎 那個早盤的我還真的看過 真的有些真的有點誇張 就相當的有時候隨便跳空3-5% 因為我們買的都熱門股 那個跳空3-5%是很正常的事情 常常會有 然後等下去那個10點半以後 10點以後一看我要平盤 那心情超 如果買下去心情很差 所以後來我就整理出一套規則 就是說早盤最好 因為我買的就是 我都是一點一點的行動 所以我就 我有時候就放 就我剛才講的 佩爾剛才那個 不要隨著新聞跟那個報紙起舞 就是這個原則 因為那可能都是不知道哪來的 是小白或是什麼什麼 這玩七八招的 搞不好有人放消息 在亂搞的 比較多啦 我只是說心得這樣 你說 我沒有看完 他是看到第一部 他提到有些東西 你必須要讀經濟學 那是怎麼回事 不好意思 我沒有聽到您說的 就是 這次 這次前面的部分 那個講師有說 有些東西要了解經濟學 才會比較知道在做 那是什麼意思 因為supportly 你們是念志工的 因為我 我會接觸這種東西 就是因為我是念經濟的 我們念財經 財經就是一種經濟嘛 對不對 經濟的偏科嘛對不對 這樣子 一開始 你覺得興趣 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 因為量化交易 是最近十幾二十年來 才比較流行嘛 以前很難 以前資訊沒有 沒有那個tick的那種東西 對不對 一開始都是 像剛才說的 那個什麼經濟 什麼很亂什麼的 以前一天 一天能有一次決策的機會就不錯 以前我記得 我很 很 剛出社會的時候 所謂的 散戶買股票 我是不是說轉眼 散戶買股票 不能看盤的 通常怎麼做啦 我跟你講 看你決定要買擋個股對不對 所以以前的散戶就是這兩個點在在行動而已 盤都不看盤 因為沒沒辦法看盤 那經濟這種東西就是你看你看久了 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嘛 就是大家生活上 那個那個報紙 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以前大家看這兩報 現在我不知道 就是以前就是看了 看久了以後 總是有知道說最近生意比較好 或是你們公司的那個某個業務 蓬勃嘛 那你就會買相關的股票 股票就這樣來的啊 對不對 就是跟你的生活經驗是結合的啦 應該這麼講 現在比較高檔的才有看什麼宏觀經濟啊 那個什麼GDP 那個都已經很近代的事情了 可能是十幾年 以前以前GDP也不是經濟指標 沒現在現在那麼多啊 講白的 這都是很 大概是資訊化社會以後的事情 所以還是有有興趣加減血 也不錯的意思 對啊對啊 經濟也沒有你想的那麼難嘛 其實也不需要整個都變成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來玩也很少贏的 經濟學家很少來玩啊 玩了也很少贏的 這是事實啊 聽說是這樣子 懂太多也不見得比較好 剛好就好 剛好就好 還是有一些操作的技巧 那個跟經濟沒有關係 跟經濟學沒有關係 就是經驗 難怪各家各家策略都有一點生命 對啊對啊就是這種東西 自古沒有專家 對啊 對啊 講師 開宗迷 他前面就有講 他說 這些策略 太多 就是太多人用了 那越多人用的策略呢 就 越 沒有勝率 那意思 對啊 就是 其實現在 交的都 我覺得啦 除了經濟這邊都基本常識以外 策略非常的簡單 簡單到幾乎是只是課堂上分享用 不是拿來真的要用的 那 大家有這個共識就好了 應該說這種東西 這幾百塊的東西 不可能交出什麼 什麼今天的東西 這是在資本市場裡面 一個很非常簡單的一個事實 在路邊的 路邊的那個離子是不會填的 都長輩摘光 對對對 就這個意思嘛 這個幾千年前恐龍就已經知道了 當然你要非常的複雜 那你就要花很多錢 很多時間 很多精力 甚至 有各種奇門遁甲的方法這樣 那當然你這些還是要懂嘛 我是說我們現在取了這些 這有以前我很早 在還沒有寫程式之前 我就知道有這些策略 啊但是 程式是 協助我們比較好的去 實踐它這樣 或者是24小時的 不間斷的 自動交易這樣 當開始的訴求是這樣 就是不是說他有多比我們 因為他們還沒有人工智慧嘛 這些都是人類已經知道告訴他怎麼做了 你只是把它自動化這樣 但是光這自動化也有價值嘛 因為人類總不可能 花那麼多時間一直在看盤 看盤 那 金融市場從一天可能三四個小時 現在已經變成24小時在run 人又不可能24小時都一直在看 這就是目前一直在演化 就是一直在在 競爭跟演化這樣 所以到時到今日我覺得這些已經變成 好像必須知道的事情 我是說那個 自動化就是有關於城市交易這種東西 那外面一般是 我是說看大部分人 城市如果基礎不好的話 他會去走那個什麼什麼 有一些看盤軟體會附 會連資料附在一起 做成一個 譬如說一個月幾千塊的軟體 當然你可以寫城市 那城市也沒有像Python 比Python還簡單 可能一個指令就 幹掉 一行就幹掉七八十八 我們現在可能要十幾行才能做到的事情 那那個回測套件他也寫好 那那個回測套件他也寫好 一般是有這種東西 那一般人會選他 我順便講一下我在Facebook上看到的 我看到有人分享就是說 他好像是 我看一下 他是富邦 富邦就是 富邦跟之前那個 日盛嘛 和平對不對 然後他說他們出的那個API 就是 用Python 所以他用基本nope就可以寫了 比較簡單 然後他說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玩家是哪一家 是群義還是哪一家 就是說他是用虛效的 這兩種差異就是說虛效你要先寫到完 你要整個架構都出來了才有辦法 我對這種事情的理解是這樣就是說 他說就我所知台灣的業界最早還是 還是群義 他用虛效的寫 然後現在有包成Python這樣子 可是底層還是去扣那個虛效 虛效可能裡面又扣C++吧大概是這樣 可是我也用我現在用群義的 可是我最近想要換 想要換成那個那個 永豐的 因為那個虛效對我們寫Python有夠難理解的 而且他有些包的不太好 常常釣資料 講永豐啊富邦啊都是用就是 這是後景之秀 他有沒有可能找一個團隊可能 像我 就我所知 永豐是用Linus去包嘛 這亂在Linus上面的 就是會有 新的新生力 但是有 新的生力軍投入但是那個 群義可能 對這一塊沒有像早期那麼重視 或是一般都是人走了啦 有可能有一個團隊走了 那 那他們就 就這機器還擺著還可以用啦 但是 那個 感覺沒有在更新 沒有在進步啦 這樣 那可能我們客人就要想要換嘛 對不對 這樣 那您剛才說的是說 因為 現在有兩派嘛 一派就是走走這個 一般是跟台灣是跟加持合作啦 一般 然後第2個第2條路線就是API嘛 就是 就您剛才說的就是各家都是這樣 我提供我用家量資料位給你嘛 然後各種下單的那個 方形幫你先寫好 啊你可以 可能有厲害的人像我還是要 請厲害 應該說跟別人買那種他們已經組好的 小小的程式 他們可能會C-Sharp寫或什麼的 或Linus寫這樣 那就是可以 最重要 高速可靠啦 因為Python感覺上有點不太高速也不太可靠 感覺是這樣 啊這個要花錢啦 但是這只是工具而已 如果是回測可能還會回到Python 我說真的下單 或是離場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停損啊停損停利或是下單短線的工具 可能 可能要買那種 用API包起來的小程式 但是那個 真的 你回測的話 通常 這種屬於我們交易者的know how 他應該 還是要自己 那就兩套我剛才說的XQ一套然後 最近比較流行就是Python 可是Python你說你看這樣子我們學了 您 這麼多高手學了這麼久 其實也是普通的策略而已啊 你要學到非常的進階要很久 另外 那個XQ的就是他已經 他搞不好寫好多都在送你了這樣子 但是一個月要幾千塊 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意思是說就是永峰啊 就是富邦啊 已經很接近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們這一類的就是學習者 就是基本上你去本人都不就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下單 就可以 喔 對他的意思是這樣 就 OK 這個我了解您的意思 但是就是說 就好像我可能我現在分享到 我分擔到的 比如說用 用用 那個叫什麼 IB IB也有類似的東西 用knowbook就下單 可是 他不利於管理啊 你懂我意思嗎 管理 管理是一件龐大的工作 不是只是下單成功而已 你有幾百檔要管 那 我 我個人是白檔 我有白檔要管 那我不可能 搞得很複雜 你懂我意思嗎 就好像我今天 我今天 我 我希望一隻五四刀啦 不是菜刀 菜刀也可以砍人啦 但是比較慢啊 我希望是五四刀 五四刀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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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同時對付100個 100個 目標對不對 就好像 你開F35為什麼你比較厲害 不是你比較厲害 是F35後面有個界面啊 你 浮在空中 你就可以這樣手這樣忽來忽去就可以跟 對手打仗對不對 所以就是變 要還是要很 很厲害的界面 很好的管理這樣 界面的 設計 讓你可以管很大的一個部位這樣 我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說那不好很好 但是那個是給 可能是 我認為啦是給 可能還是要回到一個問題說 你今天 你是小型的還是專業的 說小型的OK啊 有就好了嘛對不對 不用錢 那可是比如說我對我來講我是在算報酬率的 比如說我報酬我一樣花100萬 那我可不可以 比如說我花一個月花 3000塊好了 但是我可不可以把100萬擴張到500萬 那我一樣花那3000塊 可是500萬我會多賺不少錢 比如這樣 我是這麼想 我會跟別人 基本上 我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 那這個東西只是 你彌補那個gap gap是指 出學者 或者說 你說現在學 比如說學這個人很多 你看 入門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講師 他提供界面對不對 或者是什麼 都是這種 比如說去比特東部之類的 那 假設 就是單可以在這裡下 跟 比如說你還要再多學一點 比如說 什麼平台 什麼什麼教育平台 然後他上面的什麼樣子界面 你要再多學一點 多學到那裡才可以下單 那基本上 他就會比較鼓勵多 因為等於這個gap 被 被彌補了 就沒有那麼 對沒錯 你這樣子說沒有說就是希望你們 應該說現在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小白 能夠 因為 整個界面 多多多多多多到市場 你在學校就學過了嘛 像我們這個 這是最後 最近十年才學的嘛 我是說 他們可能在學校大一大二就有 Jobino notebook的教學 他 他發覺 這個不是上手 不是很難啊 買個一股兩股 OK啊 OK你就來開戶啊 我想業者的目的是這樣 那 那 可是就是說 對我 我說我剛才強調說 賺錢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你要 你要把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 用得到的東西都要非常仔細的去打磨 去 去找出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 或者是 比如說我對我自己的心態要了解 或是我的個性要 要了解嘛 不是說 短貨廠馬上 黃金交叉馬上給他敲下去 因為失敗過很多次 我覺得 我覺得你講的很對 因為基本上呢 你在 你在 就是說跟這些 跟這些 新進的 新學習的 或者說 剛接觸這些課程 你 已經算是資本了 你知道嗎 沒有啦 不過我 就是分享給你們 分享給你們 就是說 實際上 譬如說一個戰局 你不能只考慮刀子 你要考 有很多要考慮 你是將軍嘛 你如果當士兵的話 你可以 看到 看到 敵手對方 那個那個衝過來 你就手榴彈丟過去 人衝上去 你也可以這樣嘛 對不對 可是這樣 會震亡啊 但是我已經 我往後退嘛 退到將軍的位置 我就考 要考慮無人機 要考慮 到底要找 真的人來打 還是要靠無人機去打 還是用什麼 挖個陷阱 可以 所以 光從你 你舉的例子 你要用無人機去打仗 你要用F-3速去打仗 那也是叫的倒是不容錢嘛 人家現在那些 那些學生們 只是想要上上戰場 感受一下 打打開這樣 對 看倒是怎麼感覺 感覺一下真金白銀 對不對 他總不能 那邊 就是 不會是紙上彈兵啊 這樣子 對啊 磨到自己有F-3速才出來打仗 就是這跟打仗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大概是這樣 或是是極限運 那個高速的職業運動 我覺得大概是這兩種 所以很多 那個短線都是 都是搞那個電競出來的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市場上有名的那些人 我覺得很多都是小時候玩電競玩出來 因為很像 所以差不多 11點多了 沒其他問題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吧 好 OK 很好 拜拜 晚安 晚安 嗯